欧挂首轮,曼城主场1比2不敌李昂绝对是让人大跌眼镜的,因为凭实力和打法分析,曼城赢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,李昂与曼城实力本就差着一个档次,本赛季的状态很一般。 而且也不是那种逼抢凶狠注重防守的球队,曼城只要正常打,应该是轻松拿下,里面提到门迪和德尔夫都有伤在身,左边队缺人,不过曼城可以打三后卫,左路也还有萨内在,门迪不上,左路的攻击力仍然有保障,总体来说没有大问题,但是到了晚上11点左右,曼城的手发出来了,曼城要玩火了, 左路还是上德尔夫,还是四后卫,但是萨内不上,阿规罗也不上,前场是斯特林,两个席尔瓦和热苏斯的组合,这个组合,在瓜迪奥拉执教之后,从未出现过,除了斯特林,其他三人的身体和速度都很一般,抱点不够,风格偏软,一看就是不想赢的节奏, 在结合基本不变的盘口,曼城最起码赢不了两个的前景,已经是很明朗了,曼城上赛季太火爆,相信他的人太多,所以本赛季的盘路,必然会比上赛季差很多,而且难以琢磨,而且萨内和阿规罗都在替补席上,随时可以上,变数太多, 曼城这一场正如很多足球评论员所说的那样,蓝月亮配合足踩在演戏,SmartGas网站统计了欧冠32强的舰队花费,其中曼城以7.86亿英镑高居榜首,对比以下黄马4.1亿,游文4,57亿,输给青年境内军,李昂显得尴尬之极,而且从数据来看,曼城控球率达到69.5%, 与李昂的射门比21-11,摄政次数8-4,传球数711-316,仿佛这些数据,就是为了证明李昂是多么的高效,英超冠军上半场,京多安,费尔南迪尼奥,热苏斯,梦游一般,仿佛被抽了魂儿,除了配合独采表演,或许曼城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注意了, 1. 曼城拖大,雪藏阿归罗,萨内,马赫雷斯,明显没有把李昂放在眼里,下半场换伤后曼城的表现判若两对,可惜坑挖得有点大, 2. 单独说,一下老费鸟,费尔南迪尼奥不复当年之勇啊,后妖一哥如金兰捷如同虚射,一次致命失误导致丢球,老费不注意真不行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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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